第2478集 第一神将离去 来得快去得也迅速 叶凡修为猛增 实力达到准第七重天 距离大城已近 他更一步感受到了成道的气息 在这片宇宙中 若非遇上古代至尊 他真的可以横推天下了 同时他开始沉思 过去他在至尊眼中是蝼蚁 算不得什么 但是随着他逼近大城 也许有的人会被惊醒 坐不住 就如这一次 大城霸体就是这般 想一掌直接毁灭他 扼杀在成道的途中 也许 昔日每一位成道者 都曾经历过这些 大地的上位 会威胁到个别至尊的安危 他们会想办法阻止 叶凡越想 越发觉得通体冰冷 他不是为自己而忧 而是为朋友亲人 他想到了腰黄雪月清 一走就是五百年 不肯回故乡 直到等他的少女 魂骨归黄土 留下一生的遗憾 此中有着太多的隐情 想来 他是怕将成道或引到故土 所以不成道 始终不肯回归 叶凡眺望宇宙 他要早做准备 随着他修为日渐深厚 那些巨龙会逐一被吸引来目光 开始关注他这只蝼蚁 不让他蜕变成龙 击杀于凡尘中 这也许是他这一日后将遇到的可怕灾难 成道注定是一条孤单的路 在最后的辉煌中 品味一个人的孤独与苦涩 古天庭第一神将的话 显然有所指 他是在暗示这条路的凄凉吗 若想成道 不光是自己要惊艳 能闯过那一关 还要面对其他古代至尊的可怕震杀 祸及亲骨 叶凡心中生起一股寒意 若是他一人成道 所有亲人都要死 这道还要成他作甚呢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 大成霸体出手 其他至尊也要开始关注他了 从来没有人可以一跃成帝 最后的八重节 九重节 成帝节 一重比一重可怕 每一重都要用性命搏生死 也许他会有三次至尊难 一次比一次可怕 尤其是前两重 最是艰难 有些人不会容许他大成 叶凡盘坐在宇宙中开始私存 怎样阻止这一切 他要做的是 君临天下问长生 而不是看着身边的人都陨落 叶凡盘坐在那里 一天一夜都不曾动态一下 到最后他睁开了眼睛 非常的疲惫 是的 他心里憔悴 想尽可能他真的没有可行的办法 那些是至尊 即便他各种算计进出 也难以抵挡 他有吞天管 他有先中法则 但是抵得了一位至尊 能抵得了两位三位吗 他即便百般布置 万般算计 设下杀局 也根本无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在这些至尊眼中 或许如皮肤汗书一般可笑 根本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 他现在有秘书可以隐藏气息 一时平安而已 一旦渡劫 必然暴露 三次大劫 还宇皆产 有三次杀他的机会 有些至尊不会错过 一句话 他这只蝼蚁足够强了 开始入至尊的法眼 叶凡踏入准地七层天 已然很强大 但是却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疲惫 未来的路越发的艰难 不好突破 我自己一死不要紧 但是他们 不能随我而造 叶凡实力大尽血气旺盛 寿源增加 可是化为乌黑的长发中 又夹杂上了几缕白发 他感觉心神很累 这一路 他且行且想 回到了天庭 看着蓬勃发展 奄然又成为宇宙最强传承的家园 他心许难平 这一切都是众人努力的结果 本应极度辉煌 可是日后 却可能会招来大灾难 至尊弱出 必然要扫平 没有办法了吗 他看到一脚未来 一个地府就那般恐怖了 现在又加上大成霸体 其他禁区至尊 这还怎么抗衡 叶凡突然觉得身体很冷 前路艰难 难怪大帝多不幸 没有一个人真正在辉煌中笑 都是那么的严肃 他们经历了悲欢离合 失去了太多付出的代价 难以想象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少年跑来 大叔回来了 热情的打招呼 而后远处一群孩子都冲来 这是李黑水的孩子 已经十几岁 长得很结实 因为从小扶持过酒窍食人夜 根骨极家远胜他的父亲 一个十四岁的少女 问叶凡给他们带什么礼物了吗 乃是野人的小女儿 带着瘦骨项链梳了一头小辫子 一串串大锣银铸成的小铃铛 绑在上面 摇曳神灰叮咚作响 这是天庭的后代 每一个都天赋极家 让任何一个大势力 看到都要眼红 因为叶凡 历天 黑黄等人舍得投入 在他们出生后 就用天尊命权神叶浸泡 喂食酒窍神苔宝叶 更是淬炼过不死麒麟药 与菩提树的部分精华 炼成宝丹 为他们筑击 可以说 这数十个孩子 是天庭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代表了未来与希望 来去匆匆 没有准备 今天我传你们几种大神通 为你们讲解 太阳先经 这些孩子欢呼 多时引来更多的人 不少天庭部中也赶来 聆听他的讲解 叶凡盘坐一块青石上 下方坐满了人 孩童居多 一个个睁着大眼 全都在认真的聆听 当然 也有叛逆的小不点 在很远的地方嬉笑 跑来跑去 非常的活跃 当中游宜两个小家伙最大胆 先后爬上青石 小楠楠拖着下巴 安静的坐在那里 倒还算乖巧 至于小子 则像个小皮猴子 爬到叶凡身上 巴唧一声 在他脸上流下一片口水 他娇憨的喊着 父亲说我想你了 看着他扑闪着大眼 装作我很乖的样子 叶凡哭笑不得 也不能责怪 只是将他暗坐在了一边 继续讲道 天庭内真的很温馨 各种亲情友情弥漫与交织 让人想用命去守护 不容许任何人践踏与破坏 孩子们散去了 菩提树枝叶青壁 摇曳闭光 一道道法子个碎片洒落 让人很容易陷入误道境内 叶凡一声轻叹 站起身来 李黑水 东方爷跑来拉人 叶子回来了 走我们去喝酒 这段时间回来了不少人 正好喝个痛快 立天也在远处大笑着说 值得庆祝 庞博准地境界巩固好了 刚出关 叶凡点头 好 我们去喝酒 他们相聚在一起 自然会折腾出各种美食来 什么藤蛇羹 金乌尺 应有尽有 都是昔日对决时 斩杀的太古义种 这个地方肉香飘散 酒香扑鼻 叶凡 叶一席 庞博 东方爷 李黑水等一大群人 围坐在一起 推杯换盏 非常尽兴 时间不长 一群小不点 一个个都长流口水 无论是小小子 还是小丫头 全都跑来了 一窝蜂的涌上 像一群小土匪般争抢 众人皆大笑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这么小就敢抢酒喝 还有你 李虎 怎么不管着你妹妹 让他一个小丫头也喝酒 喂 小子 你个小丫头 才两三岁 路都走不利索呢 也敢跟他们一样偷喝 一群大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小丫头辩解 让大家不要那么小气 只是尝尝而已 而后呢 贼兮兮的一口喝尽 生怕被剥夺权力 结果刚喝下去 就吐出了小舌头 嚷嚷着好辣难喝 有人说 还是楠楠最乖 只有他最安静 很乖巧的坐在叶凡身边 远处传来狗叫声 黑黄狂奔 大喊众人不够意思 竟然不叫上他 你太忙了 一心扎进皇朝中 喊了你两片 你都没听见 山黄等大妖 还有龙马 金翅大鹏王等 得到消息也都赶来 喝酒的队伍顿时暴涨 最后 诸多天降 也加入了进来 感谢观众人不够意思